那網站就是admin-offical.line.me 這個網址就是登入這個Line的官方帳號的後台網址 Enter一下就轉到這個網頁來 然後他要你登入你自己個人的私人的Line的帳號跟密碼 那帳號就是你綁定的那個email 還有你設定的密碼 然後因為我們一剛開始申請的時候 申請完的步驟就是你要去綁定一個自己的私人Line帳號 當成你的第一個管理員 所以你就用你自己的私人Line帳號登入 然後登入之後呢 他會請你輸入認證碼以確認你的身份 那這個這什麼時候會出現呢 就是你會你換了瀏覽器 譬如說你換了電腦 或者是你換另一個瀏覽器 譬如說這個是Chrome的 然後你用Firefox或者是用IE登入的話 那他並沒有那個cookie 並沒有贊存檔在 他就會跳出這個 因為他便是你的身份是不是真的是管理員 所以你在這邊的這個認證碼呢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呢 你可以輸入先前已寄到你註冊之電子郵件的認證碼 或是重新取得認證碼 好 那這時候呢 一般你可能會忘記之前 註冊那個電子郵件的認證碼在哪邊 那沒關係就按一下取得認證碼就好了 或者是你直接按這個 之前的暫存看起來還在不在 OK我之前的暫存檔還在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我是用Chrome的瀏覽器 然後我有登入 我看一下 我有登入Google的帳號 所以Google的瀏覽器的好處是 你只要是 他的這個Google帳號他存在雲端 所以我只要是用這個Chrome的瀏覽器 然後我有登入我的 我的那個Google帳號的時候 他就會保留我的這個瀏覽器的記錄 包含上面的這些 這些書籤列也都會直接保留 不管你有沒有換 電腦都可以 你換了電腦只要登入你的Google帳號 他就會保留這個 還有剛的那些密碼cookie都會保留住 好那是題外化 所以用Chrome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就是他會把那個cookie保留在雲端去 那你登入之後呢 你會看到最大的這兩個按鈕 最大這兩個按鈕 最大這兩個按鈕就是最常用的按鈕 一個是編寫新訊息 一個是投稿制主頁 所謂的編寫新訊息呢 就是群發的意思 會發到 一對一發到那個 個人聊天室 然後投稿制主頁呢 就是動態消息 動態消息 這邊右邊有圖示給你們看一下 裡面你登入的時候啊 他會秀出五大步驟 請你照著順序把它做完 第一個就設定你的帳號顯示圖片和個性簽名 那看一下我設定的公開設定一定要公開所以你就選許可然後再變更就可以了 然後帳號顯示圖片然後就上傳一張你自己的圖片 建議尺寸是640乘640一個正方形 然後個性簽名就是寫好你的簽名檔 那你看一下我的圖片就知道你設定完之後這幾個設定會出現在什麼地方 是4201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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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